所以那個叫做本 或者說像範王經裡面說 我來此世界八千反 我已經來這個世界八千次了 來釋現成佛八千次 不是只有現在釋迦牟尼佛 或者是更久遠以來 法華經說久遠結以來 早就成佛到了 不是這一次在這個沙普世界才成佛 是早已經成佛 所以發基內就是顯出他這個基門 那麼這裡的發基主要是對地藏菩薩說的 所以佛告監禁性 辱莫生高下想 佛跟監禁性菩薩說 你不要產生高下之想 什麼叫做高下呢 就認為說為什麼佛不說 叫地藏菩薩說 那麼佛比較高 地藏菩薩比較低嘛 對不對 所以佛就跟他講說 辱莫生高下想 你不要想說我釋迦牟尼佛比較高 應該由我來回答 怎麼可以叫地藏菩薩來開示呢 所以陌生高下想 安住解說 眾生不知本基無定 這個本基就剛剛說的 本門基門 本門呢 比如說觀世音菩薩 過去是正法明如來 早就成佛了 那麼基門呢 現在視線在普陀山 或者是在極樂世界 這個叫做基門 或者是文書菩薩說 拿摩金色世界 文書菩薩這個五台山 對不對 那麼這個都是基門 本門呢 就更加的殊勝 所以眾生不知本基無定 本門基門呢 不一定喔 則必以佛為高 菩薩為下 對 像我們剛剛講的本門基門好了 比如說提伯達多 大家看到提伯達多 都認為說 他是一個惡比丘 他破壞佛法 這是他的基門 可是他本門呢 他過去就是釋迦牟尼佛的老師 為了成就釋迦牟尼佛的佛道 所以他視線呢 做這個逆爭上緣 視線做這惡比丘 破壞佛法 然後讓這個釋迦牟尼佛 藉著這樣的 種種的緣起 度眾生 所以這個就是本基 對 本可以叫做真實的 基呢 就叫做視線 視線 那麼眾生不知道 本基不一定 這必以佛為高 菩薩為下 認為說佛比較高 菩薩比較下 皆是妄想分別 由此分別 不入堅信法門 故祭堅盡性已歸一切 歸就是歸界 意思說 跟堅盡性菩薩說 你不要分高下降 藉著跟堅盡性菩薩 那麼呢 來歸勸一切眾生 一切眾生 也不要升高下降 然後接下來就是解釋啦 他先跟他講說 你不要自己分別高下 然後他說 此善男子 就是地藏菩薩 發心以來 過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 阿身其解 那麼這個菩薩 他發心已經很久了 發心已經很久 過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 阿身其解 那麼意思就是 地藏菩薩發心很久 你不要以為說 他實在來這邊聽經 才剛發心的 叫做地藏菩薩 他已經發心無量無邊 不可思議 阿身其解 然後久以能度 沙伯洛海 功德滿足 那麼呢 他已經能夠度 這個沙伯洛海 功德滿足 沙伯洛海就是一切智啦 就佛的一切智 叫做沙伯洛 那麼沙伯洛一切智海呢 這個地藏菩薩 功德已經滿足啊 但以本願自在立故 全巧現化 影印直方 那麼依他的本願自在立 依他的本願力 跟自在立 本願力就是願力了 自在力就是他有這個妙用 所以本願自在力是要分兩個意思啦 比如說我們說我們有願 可是我們沒有自在啊 對不對 可是他這裡就是說 地藏菩薩他有本願力 而且他有自在力 所以他能夠全巧現化 全巧現化 全巧現化 引現實方世界 現在實方世界 引現就是說 猶如這個千江有水千江月 一個月呢 再虛空 就是本啦 那麼引現在這個 這個江水上面的就是硬化啦 線化 所以就是影印 影線映化 所以就是影印啦 這裡叫做影印 就是說影線映化 就如同月亮影線映化 在所謂的江河大海裡面 所以這是講這個地藏菩薩 然後蘇姐說 發心過無量阿生其節 明其本音深也 發心已經經過無量阿生其節啦 表示說他的音地很深 不是現在才來聽經的 你不要以為他現在才來聽經而已 再來呢 在杜沙伯若功德海滿足 明其本果高也 他已經杜沙伯若海啦 功德滿足 就表示說他本有的果德呢 已經很高啦 那麼全巧現化影印實方 地藏菩薩全巧現化影印實方 明其呢 積用廣大 選現積門的這個作用 妙用呢 是廣大的 能夠限於十方世界 不是說出發心的 度一個兩個 所以菩薩度眾生 這是引現實方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往生其類世界 因為我們就是要引現實方 我們阿彌陀經說 各以一個成眾廟花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即以時時還到本國 飯時精醒 為什麼時時一頓飯的時間 能夠去十方供養一切諸佛 以一個成眾廟花供養他方十萬億佛 就是引現實方阿 對不對 要不然的話 如果一個人這樣跑來跑去 東方西方南方北方這樣 那不就比那個 比那個子子電子中子還要快 才有可能說一頓飯的時間到十方世界去供養佛 供養佛 不是說起工 東西待人就快走 對不對 那個 菩薩去見佛 都要繞佛 無量渣 然後鼎禮問訓讚嘆 供養 對不對 不是說去了 馬上東西待人 說 不是說 不說 你從哪裡來 我從極樂世界來 都不說 待人就走 因為我要看佛養 死方世界走不走 所以 往生極樂世界 就是 像這個菩薩一樣 引現實方 去 禮盡諸佛稱讚如來 利益眾生 所以這個叫做法身菩薩大菩薩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世界呢 下輩子再來 也是做一個人的角色 意思就是說 有人說我要行菩薩 但我繼續在這個世界 那你繼續再來的時候 你坐在家就不能做出家 你做男眾就不能做女眾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 視線窄觀身 你就不能做這個販夫走足 對不對 你不能用很多的角色去度眾生 可是如果到了極樂世界的話 就像菩薩這樣引現實方 應當以和聲得度 就現和聲 我們那時候就是說 就是能夠像這個千江 有水千江月 月映千江這樣子去度眾生 所以它的機用廣大 就是說 這個菩薩的廟用廣大 所以我們要知道說 往生極樂世界不但是只有說 極樂世界的靜緣 沒有眾苦但受諸樂之外 而是極樂世界這樣子的境界 能夠讓我們快速成就 這個菩薩道 如果我們能夠到了極樂世界 供養也是片十方 對不對 离敬諸佛稱讚如來 都是普片十方 那麼橫順眾生也是普片十方 那麼 普結合相也是普片十方 所以 這就是說 它往生極樂世界 就能夠跟這個地藏菩薩一樣 所以這個是 釋迦牟尼佛跟先進心菩薩說 你不要想說為什麼佛不講 而叫地藏菩薩講 你不要以為說 地藏菩薩比較低 那佛比較高 不要升這個高下降 因為這個地藏菩薩已經發心 無量無邊阿聖七節 那麼它已經有這個功德滿足 而且它有這個本願自在力 能夠引應十方世界去度化眾生 那麼這個是講它的這個本門 那麼再來九十頁 就講說 它的圓 圓 剛剛講那個本門是講說 地藏菩薩它的修行 已經達到那個層次了 那麼 這個九十頁講它的圓 圓起 圓殊勝 就是說 地藏菩薩不但是它自己修行修得好 而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地藏菩薩跟這個 薩婆世界眾生特別有緣 所以這個叫做圓的殊勝 所以後面會講說 除了普賢菩薩、觀世音菩薩以外 其他菩薩沒有像地藏菩薩這樣跟 薩婆世界眾生有緣 那麼這個就是講圓的殊勝 剛剛前面是講說 它修行當然自己修得好 沒有錯 已經發心無量解 那麼有這些本願自在立 那麼也有這些大智慧 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它跟這個薩婆世界有緣 所以這個九十頁這一段就是講說 這個地藏菩薩不是要跟眾生的緣 薩婆世界眾生的緣比較深 那麼這個我們下次再講 我們下課 我們下課 下次再見 八十八月最后一行 说时间尽性菩萨腹白佛言 监禁性菩萨跟佛说 如来世尊无上大智何意不说 这个如来世尊有无上的大智慧 为什么不说呢 乃玉令比地藏菩萨而言说之 为什么教地藏菩萨说 那么佛告监禁性如陌生高下想 你不要有这个高下分别想 为什么呢 下面说是善男子发心以来 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生其节 意思就是说 地藏菩萨他发心修行以来 已经很久很久 无量无边阿生其节 不是现在才发心的这个菩萨 也不是这辈子才发心的菩萨 表示说这个地藏菩萨他过去呢 九远节以来本门他已经发心修行 经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生其节 然后久以能渡沙伯乐海功德满足 那么呢而且他不但发心很久 而且他已经能够得到沙伯乐海 沙伯乐海就是一切至海 一切至海功德满足 那么表示说这个地藏菩萨 那么他已经有大智慧 功德满足 最后一句说 但依本愿自在力固全巧现化 影应十方 但是因为本愿自在力的关系 全巧显现 显现 度化众生的这个行仪 看起来是一个比丘相的菩萨 那么影现十方 那么表示说 这个地藏菩萨 他发心以来已经很久 那么也有智慧 也有功德 那么这是全巧四线 那么再来翻过来 我们今天从九十页开始讲 九十页讲说 虽附补有一切刹土 长起工业 那么意思前面说 地藏菩萨他本身 发心已经长远以来 而且有大智慧功德 能够在十方世界显现 影现十方世界 度化一切众生 他能够影现十方世界 然后再来前面是说 地藏菩萨他的修行 那么他的这个功德 已经有这么殊胜 那么再来就说 我们先看第一行 他说 庚二兼明元胜 元胜就是说 前面讲这个地藏菩萨 他的修行的果位很高 那么这里又讲 他的因缘殊胜 所谓的因缘殊胜 就是指跟我们 沙佛世界的众生的因缘 所以这一段主要讲 跟众生的因缘殊胜 他说 大悲愿力殊胜 他说 虽父普游 一切岔土 长起功业 虽然地藏菩萨他也普遍 游利于一切的岔土 岔土就是世界 就是说 他影现在十方世界 一切的岔土当中 长起功业 功业就是度化众生的这个功业 虽然地藏菩萨他也普遍在十方一切的岔土 那么影现度化众生 而于五卓二世画意偏后 然而这个地藏菩萨对于五卓二世的画意 画就是教画 意就是利益 虽然说他在十方世界都有度众生 可是他对于五卓二世的这个教化的利益 偏后 偏后就是说特别的后 后就是指原生 就是说地藏菩萨跟五卓二世的众生 教化利益 他的因缘特别的深 特别的深远 所以叫做偏后 意一本愿利所欣喜故 那么这个也是因为他本愿利所欣喜 什么叫做他本愿利所欣喜 这个地藏菩萨本愿不是说 他对三二道的众生 着恶的众生 他特别有愿利 所以对五卓二世 我们这个世界有三二道 虽然地藏菩萨 他引现十方世界 有的世界没有三二道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世界有三二道 所以对我们五卓二世的这个缘特别殊胜 为什么他本愿利欣喜 特别的悲悯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 三二道或者是五卓二世的众生 所以说一一本愿利所欣喜故 一一地藏菩萨本愿经说 三二道的众生 让他成佛 那么呢 他才要成佛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本愿利 所以对于三二道众生 或者是五卓世间 特别的怜悯 这就是他本愿利 即因众生应受化业固 以及这个众生 他应当受到这个化业 就是无量解来 就是跟这些众生 教化 所以有这个教化的因缘 比从十一节来庄严此世界 成熟众生 那么这个地藏菩萨 从十一节以来庄严此世界 就是说地藏菩萨 跟沙婆世界的因缘 他从十一节以来 就在救这个世界的众生 意思就是说 这个十一节以来地藏菩萨 都在救这些五卓二世的 三二道的六道的众生 所以讲他十一节 十一节是表示这个时间 就像梵妄金说 无今来此世界八千返 来这个世界八千遍 一梵妄金 那么意思不是只有现在才 事件成释迦摩尼佛 那么他已经八千次 事件成佛 那么这个呢 这里也是讲地藏菩萨 他十一节以来庄严此世界 成熟众生 利益这个世界的众生 事故在师会中 身相端严 威得殊胜 为俗如来 无能过者 因为地藏菩萨 这样子救众生 所以在这个师会 师会就是此会 在此这个会上 讲这个三朝三月报经的 这个法会当中 他的身相端严 地藏菩萨 他的身相 三十二相等等 他的身相端正庄严 他的威得殊胜 威得 就是他有大威得 那么为俗如来 无能过者 除了释迦如来以外 在这个法会当中 没有人能够超过 他的身相端严 威得殊胜 除了释迦如来 没有人能超过 那么这个 是释迦牟尼佛跟 监禁心菩萨说 他的因缘特别的深 他说 又于此世界所有化业 然后这个地藏菩萨 对于这个沙佛世界 他所有教化众生的 这个事业 为俗遍及观世音等 诸大菩萨皆不能及 这个地藏菩萨 在这个世界所有教化众生的 这个大悲愿力 这些度化众生的事业功德 除了这个遍及 遍及就是普贤菩萨 除了普贤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唯有除了普贤菩萨 观世音菩萨等等 其他诸大菩萨皆不能及 诸大菩萨皆不能及 是使说 对于这个沙佛世界 所以说 众生的救度的这些功德 是其他的菩萨所不能及 是其他的菩萨所不能及 是说对于这个世界 沙佛世界 所以说除了遍及普贤菩萨 跟观世音菩萨之外 诸大菩萨皆不能及 其他的菩萨都没办法 其他的菩萨所不能及 是说 跟沙佛世界众生的因缘 是跟这个五卓二世众生的因缘 并不是说其他的菩萨功德 都没有像地藏菩萨 而是说 因缘 因缘的关系 所以说 这一段主要是在讲 地藏菩萨跟这个世界的因缘 因为他的本愿力是要救三二道 受苦刚强难化的众生 然后又来这个世界的十一节 然后呢 那么他的身相端也功德殊胜 除了释迦如来 没有人能够超过他 那么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来说 只有普贤菩萨观世音菩萨 可以跟他相比 其他菩萨都皆不能及 这个是讲地藏菩萨的跟沙佛世界众生的原生 然后接下来说 以示菩萨本事愿力 速满众生一切所求 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他的本事愿力 因为他要度这个 着恶的众生 速满一切众生所求 他能够快速的满足一切众生所求 能灭众生一切众罪 除诸障碍獻得安寅 那么地藏菩萨他能够除灭众生一切众罪 除诸障碍獻得安寅 这个我们如果看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知道 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可以灭罪 如果灵命中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 可以不堕三二道 那么让他得生人天 那么地藏菩萨在这个地藏经里面也说 如果众生灵命中的时候 能够称一佛名一菩萨名 这些罪障小小罪业都能够消灭 那么不堕三二道 所以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力 所以说能灭众生一切众罪 除诸障碍消除众生种种的障碍 对不对 像这个地藏经里面就讲说 如果众生他不能读诵经典 那么他应该礼拜地藏菩萨对不对 然后在南方供一杯水这样顶礼 然后这样种种他就可以去除他的障碍 对不对 或者是说要过山林大海有危险之处 要称念地藏菩萨一万遍 对不对 所过的土地没有障碍 没有这些险难等等的 这个在地藏经里面都有 现得安寅 让众生得到这个安乐 得到这个安乐 那么这一段就是讲说 菩萨他的悲怨殊胜 特别跟这个沙伯世界的众生有缘 看筑简 他说衰富位高 位高就是果位 所谓的果位就是前面那一段讲位高 位高就是说 我们八十九月这一段就是讲位高 八十九月倒数第五行这个经文 因为佛跟坚定性菩萨说 你不要升高下降 你不要认为说地藏菩萨比较低 然后释迦摩尼佛比较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果位已经很高了 所以八十九月说 此善男子发心以来过无量无边 不可失忆阿僧其解 发心九月 久以能渡沙婆肉海功德满足 智慧功德都满足阿 然后依本愿力自在故全巧现化 影应十方 那么度化众生的妙用 又可以骗十方 这个是讲他的果位很高 果位很高 好翻过来 九十月倒数第五行这个注解 他说衰富位高 虽然说地藏菩萨他的果位很高 所以释迦摩尼佛说 你不要升高下降 为什么说我叫你问地藏菩萨 而没有回答你 那么你不要升高下降 那么这里说衰富位高 就是说地藏菩萨 虽然他的果位很高 然后能需愿力熏 那么还必须要有愿力 那么愿力熏 愿力熏就是说 他的愿力 所以对于五浊刚强难化众生 三二道的众生特别的有缘 那么虚习就是说 因为无量节以来跟众生结这个缘 所以在众生心当中容易相应 容易相应 就是说菩萨无量节以来跟众生 布施、爱语、力行、同事、试色法 这样子 或者献我们的父母 或者献我们的师长 或者献我们的朋友 或者用种的方法来度我们 那么有这些因缘在 那么又需应受化业 然后呢 又必须要有这个众生 应受化业 众生能够有善根嘛 那么他才能够受这个教化 故为世云 为世就是成为世论说 他说 夸乎起来 这下面就是成为世论 他说 诸有情类无始时来 总性法耳更相细所 或多属一或一属多 故所化生有共不共 不而多佛久住世间各世取了 时为无益 依佛能益一切众生故 到这边 这就是成为世论 成为世论说 诸有情类无始时来 就是众生有情啊 有情众生啊 无始以来呢 总性法耳更相细所 就是说 一切有情众生啊 他们无始以来 那么总性不同 总性各有不同 然后呢 法耳更相细所 他们呢 互相细所 更相就是互相啊 更替啊 互相细所 那么有情呢 如果讲有情呢 包括菩萨也是 九法界都叫做有情啊 那么所以菩萨叫做绝有情 对 菩提萨多就是绝有情 觉悟有情呢 叫做立他嘛 那么自己已经觉悟的有情呢 叫做自立了 那么自立立他 所以叫做菩提萨多了 所以菩萨也是属有情啊 他说 诸有情类 五始始来 总性法耳更相细所 九十页倒数第四行 那么总性法耳更相细所 就是说 这个呢 他们的总性呢 各有不同 但是呢 更相细所 或多属一或一属多 故所化生有共不共 或多属一或一属多 故所化生 化就是教化 生就是众生 所教化的众生有共不共 有共同教化 有不共教化 所以这里说 或多属一 如果多是指众生的话 一是指菩萨的话 就是说 很多的众生可能是一个菩萨度的 比如说有的人啊 他是观世音菩萨度 很多的众生他是观世音菩萨度 所以多属一 那么或一属多 就是说一个众生他可能很多菩萨要度他 什么叫很多菩萨 他可能文殊菩萨也有缘 那么地藏菩萨也有缘 那么呢 普贤菩萨也有缘 米勒菩萨也有缘 所以或一属多 故所化生有共不共 所以呢 这个呢 佛菩萨他所教化众生有共不共 对不对 所以说多属一 比如说很多的众生属于一个 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我们学佛 有的人一生学佛有很多的师父 他可能遇到很多的师父 但是有的人呢 一辈子他只有遇到一个师父 所以多属一就是说 很多的这些众生呢 属于一个人所教化 一个菩萨教化 或者是一个佛教化 那么或者是一属多 或者是比如说一个人呢 他可能一下子归这个师父 然后几年又跟那个师父 一个人要有很多人的这个学习的因缘 所以一属多 所以意思就是说 总性不同嘛 所以或多属一或一属多 故所化生有共不共 所以所教化的众生有共有不共 有共就是说 这个众生可能地藏菩萨也教化 那么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教化 阿弥陀佛也教化 那么不共有的人说 他可能只相信释迦牟尼佛 他不受这个其他的菩萨的教化 或者是说不受其他的佛的教化 所以有共不共 不耳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意思就是说 陈卫师论意思就是说 这些有情众生 无始以来他们互相有因缘 互相有因缘 所以叫做更相细数 或者是多属一或一属多 所以呢 故所化生有共不共 所以呢 这个他们所度化众生 诸佛菩萨他们所度化众生 有共不共 就是有相同的 也有不共的 不共就是说 有的人 比如说 他受哪个菩萨的教化 那么跟其他的菩萨没有缘 那么呢 叫做不共 假设有众生 他只受观世音菩萨教化 那么呢 他不受文殊菩萨教化 那么呢 他就是不共 对不对 如果说他又受观世音菩萨教化 又受文殊菩萨教化 那么呢 那么这个就是够 那么不耳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多佛久住世间各世渠 那么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那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佛 多佛久住世间各世渠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这里 沙婆世界 沙婆世界 沙婆世界的众生 就受 这个 释迦摩尼佛的教化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又受阿弥陀佛的教化 所以 我们是共 对不对 那有的人受释迦摩尼佛的教化 不受阿弥陀佛的教化 不相信阿弥陀佛 或者是跟阿弥陀佛没有缘 那么呢 所以呢 才会有很多佛的存在这个世间 东方有什么佛 西方有什么佛 因为他系属于那个佛的教化 跟那个佛有因缘 他说 不耳多佛久住世间各世渠老 实为无益 不然的话那么多佛住在世间 为什么东方也有佛 西方也有佛 南方也有佛 因为那些众生属于跟那个佛的因缘 所以呢 不然的话那么多佛住在世间 各世渠老 各世就是各自度那么多的众生 各自从事度化众生的事情 渠老就是形容 这个佛菩萨度化众生 用种种的善巧方便 想尽办法 所以用渠老非常的辛苦来形容它 那么这样子的话佛菩萨 那么多佛菩萨住世间 各自他们都很辛苦的度众生 实为无益 那么这样就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呢 一佛能益一切众生故 一个佛能够教化一个众生 为什么 意思就是说 其实一个释迦摩尼佛就可以教化十方世界的众生 不是说释迦摩尼佛的能力只能教化沙佛世界的众生 或者是阿弥陀佛他的能力只能教化极乐世界的众生 而是一个佛他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他就能够教化一切的众生 所以说一佛能益一切众生 只要一个佛成佛了阿弥陀佛 他就可以度十方 教化十方一切众生 那么呢 不会有增减多少的问题 释迦摩尼佛也是一样 但是因为跟众生的缘有生前 所以他只能利益这些 像这个弥勒菩萨 像弥勒菩萨上圣经下圣经里面说 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度96亿 94亿92亿 这样子第一会度96亿 应该是96亿如果没记错的话 那么这些众生 第二会度94亿 然后第三会度92亿 这个数量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呢 为什么他的数量是这样子呢 就是这些众生跟他有缘的量就是这样 并不是说弥勒菩萨不能度超过这么多的人 而是弥勒菩萨当来成佛的时候 弥勒尊佛的时候 他也能够度尽一切众生 只是缘的关系 缘的关系 那么这里主要是说 更相细数的关系 所以我们再重看一遍 九十月倒数第五行 他说下面三个字 故为世云呢 意思就是说 虽然佛菩萨都能够度众生 但是也是要有因缘 为什么 像陈文师的里面说 诸有情类无始时来 总性法尔更相细数 就是说这些众生无始以来 他们的总性有千差万别 那么他们彼此互相细数 那么这里接下来就要讲说 众生跟佛菩萨他们的关系 或多属一或一属多 或者是很多的众生属于一个佛菩萨教化 或者一个众生他要经过很多的佛菩萨的教化 故所化身有共不共 所以佛菩萨他们度化众生 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 有共同的学生 共同的徒弟 有时候他是不共同 对不对 就好像有的人说 我有来文书讲堂 我也有去佛光山 我也有去慈祭 那么你就是这个几个道场的共同的信众 对不对 那么就是共 那么有不共就是说 我只有在哪个团体 我没有在哪个团体 那就是不共 为什么呢? 因为语言嘛 所以有共不共 那么不而多佛久住世间 各事取老实为无益 不然的话那么多佛住在世间 各自度众生 这样是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一佛就能够一一切众生过 一个佛他就能够度一切众生 只是因为缘的关系 所以才会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 各方十方世界的这些佛菩萨 再来说 当之佛能度脱一切众生 那么这个是 陈文世人到刚刚那里 那么接下来 这个偶遇大师说 应当知道佛能够度脱一切众生 一遵佛他就能够度一切众生 然而呢 而终不能度无缘者 非虚于也 所以我们知道说 佛他有能力 是可以度一切众生 但是他不能度无缘 这并不是虚妄之语 然后 普悠一切岔土长起功业 就是说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 他虽然 他的果位 能够在十方一切岔土 去度化众生 这个是 无缘大此 不舍一切 这个 旁边写 平等缘 平等缘 如果《起性论》里面说 这个真如体大 这个叫做平等缘 平等缘就是说 佛菩萨就是平等普遍的 去度化一切众生 所以他这里说 普悠一切岔土长起功业 施无缘大此 不舍一切 到这边 那么这个是平等缘 平等无差别 十方世界都去度了 然后再来 而于五着二世化一偏后 以下 这个是差别缘 差别缘 《起性论》说 这个差别缘 就是说 佛菩萨他的 他的这个真如用 那么他有差别缘 平等缘都是 所有的众生都要度 但是差别缘就是下面说 而于五着二世化一偏后 那么但是地藏菩萨虽然他平等 都要度一切众生 可是就他的差别来说 他对五着二世的话一偏厚 特别偏重 这个呢 这个是同体大悲 有敏刚强 刚强旁边写众生 这是刚强难化众生 他特别的怜悯 特别对三二道的 五着二世的 这些呢 起心动念 五不思业 五不是罪的 难调难辅的众生 他特别的慈悲 特别的慈悲 然后本愿力所熏喜 那么一方面他对五着二世 就是特别的去慈悲 然后呢 又是他的本愿力所熏喜 什么叫做本愿力呢 他说 为往昔所发大愿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地域为空